私导家庭作坊 体验剪丝制作工艺 四个女儿是所有的 都会像你一样枝吗 103米的高塔之上 遥望湄公河晚霞 远处的晚霞 花在空中非常美丽了 中央大市场里 感受鲜花国度的芬芳 这要送给我吗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第100集 湄公河畔金边城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市之组 继续在前浦寨首都金边的行程 金边坐落在湄公河 与洞里萨河之间的三角洲地带 地势比较平缓 从青藏高原 一路南下的蓝沧江湄公河 到这里逐渐缓慢下来 河水的冲击形成了很多小岛 金边附近的岛屿面积都不大 但各有特色 距离城区最近的一座岛屿 被当地人称为私岛 从100多年前开始 岛上居民就以手工纺织为主业 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设置组这次的行程 就是要探访这座岛屿 我们与向岛薛燕广约在 美工河畔的渡口见面 两年前 薛燕广所在的企业 曾在私岛做农村电网建设 就我们再往前走 是不是应该就差不多到私岛了 对 一个是断岛 一个是勋爵岛 两个岛是通过桥相连接的 那从这边到那边 我们做轮渡的话 多少时间 五分钟 很快 它就到了 但是我发现好像在这个船上 车是可以上来的 还有这样的突突车 突突车 对 是要坐满多少人 之后才可以开吗 一般就是四到六辆 它每次凑完一车 基本上就发一波 基本上五分钟一趟 四岛坐落在梅公河中心 与河岸的距离有800多米 轮渡行驶得很平稳 这在上游的蓝仓江段并不多见 我们试制组曾经拍摄过 很多次蓝仓江的急流险滩 仅仅过了一年多时间 当我们来到下游的梅公河时 看到的这条大河 就像一名长跑运动员 经过长途跋涉后 在这里缓慢调整的步调 蓝仓江 梅公河干流 全长4900多公里 是世界第七大河流 在柬埔寨境内的长度 有500公里左右 那这个岛上的电 是怎么输进来的 我们是先通过这个 陆地上的这个输电线路 经过这个水底电缆 到这个岛上 通过这个水泥杆的线路 输送到用户 通过这种方案来输送 那现在呢 是家家户户都已经通商店了吗 对 2016年3月份 已经顺利通电了 薛燕广是中国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的员工 这家企业在2015年时 呈建了四岛上的 电网扩建工程 薛燕广告诉我们 之前他在岛上工作时 两岸间往来全靠小渡船 一次只能运送20人左右 勉强装载极辆摩托车 在最近这两三年的时间里 岛上居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变化 过去他们从金边买回来的 都是米面粮油等一些生活必需品 现在我们看到 他们从金边带回来的是 自行车和家用电器 还有人家开启了商店 从金边上货回来 在这个渡口 我们看到的是忙碌而有序的生活景象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四岛上了 这个地方离金边非常的近 就是只有15公里 当然当地人会到这里叫段岛 因为这儿产丝 所以大家都会称它为四岛 对 这里也是其实今天 最近的一个绿色岛屿 这个岛也是来自 柬埔寨传统的丝绸纺织产品 的一个产地 所以也叫做四岛 四岛由两座岛屿组成 其中段岛面积比较大 有2000多公顷 居住着2000多户人家 小一些的勋爵岛面积 只有600多户人家 有1500户军民 两座岛之间以一座桥相连 仿知是岛上屿民 主要的收入来源 薛艳广曾在这里工作两年 与岛上屿民都很熟悉 上岛后路的两侧 竖立着整齐的电线杆 看到这些 薛艳广忍不住 跟我们介绍起他的工作 他其实是这样 他从这个发电厂 发电厂之后 通过高压线路 输送到这个 输送到岛上 他又要几个环节 高压输电线路 然后通过水底电缆 连接到岛上的这个中压线路 再通过柱上变压器 降压进入老百姓家里头 那我们现在 其实可以隔几十米 就能看到一个 这样的水泥杆 四十米 但是我发现 桥中边这个 应该隔得会更长一点吧 是 这属于跨越的这个杆 它受力比较大 所以说要立一个 三根的门心杆 把它跨过去 薛艳广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借势输编店工作 他说 用户端就相当于电灯泡 发电厂就是电源 二者之间必须依靠电线连接 才能使灯泡亮起来 他们所做的输编店工作 就相当于这根电线 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 他们已经在秦普寨 驾设了7689公里的 中高压输电线路 解决了200多万人的用电难题 那在你们到来之前 就整个私岛上 那时候供电是什么情况 之前的时候 这边基本上没有 稳定的电力供应 那他们是怎么发电呢 有电吗那时候 大部分居民 实际上有一些 靠私人发电的 电价比较贵 之前的每多电 大概就3200日耳一度 对 那后来呢 你们到来之后 他们现在用电是多少钱 从16年3月份送电之后 现在是800日耳一度电 3200日耳 相当于5块多人民币 这样的价格 比中国民用电价 高出将近10倍 薛艳光说 电价昂贵是几年前 金普寨普遍存在的现象 过去岛上基本都是 私人公司 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 然后将电输送到居民家中 薛艳光告诉我们 他们一共树立了 900多根电线杆 为岛上居民架些电线 我看好像在这个地方 就是电线杆又特别密集了 对 那怎么送电的呢 这块降完压之后 也就到了咱们这个黑线 您看到了吗 黑线是那个特别粗的那根线吗 对对 搅在一起的这个 它这个就到了 230-400伏的电压等级 到了通过这个电表之后 就到了就是用户家里头了 就是那个电表 对电灯表 这个应该是26度3000瓦时 对对对 那这是哪一个户的 这个的话应该是旁边这家的 那有没有统计过当地的这个老百姓 他们用的这个电多不多呀 现在他们的用电集中还是针对 就像这些照明啊 还有一些电视啊 家常的用电 它这个工业基础太薄弱了 它这方面的用电量还没有上来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慢慢的 随着它的发展 用电量回猫越大 越来越大 柬埔寨民用店也采用阶梯式收费 由国家电力部门工作人员 上门进行人工超表陆路 居民只能到电力公司 下属的收电点缴费 四岛的居民主要以手工纺织也为主 用电量并不大 平均每个家庭 一个月用电不超过30度 这就是您说的最大的那一家是吗 对这就是岛上最大的 这个丝绸纺织的那个家庭 他们家有六台的织布机 这位是我同事这位 狐狸 你好 这个就是织布机啊 其实在中国好像也是这样的 一样的 对 但是这个就比较 狐狸也是中国种机 驻金埔寨的员工 因为精通简语 承担了很多翻译的工作 之前在电话联系时 他听说我们要来 四岛拍摄纺织工艺 所以提前来到这户人家沟通情况 他是每天有空的时候 然后就那个过来积过 一个小时大概可以积这么长 那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有一个耐心的过程 你们家有几个女孩子 女孩叫雷奥萨 今年15岁 从10岁开始跟着妈妈学习织补 学校半日制的课程 使他有更多时间给妈妈帮忙 四岛上的女孩大多如此 不过仅仅两三年的时间 学习的纺织技术 在妈妈眼里还很不成熟 这间小桌房是雷奥萨的妈妈和阿姨 共同组建的 一共有六台织补机 雷奥萨正在做的是棉布纺织 另外几台机器用来仿丝织品 平时都是家里人自己忙活 订单比较多时 就请来几位擅长纺织的邻居帮忙 阿姨现在吃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沙龙 她说这边是丝 所以说特别细 然后她是用来做那个布料 布料了之后 然后她这些布料吃完了 从她拔出去之后 可以用来做那些沙龙 虽然雷奥萨和她阿姨 所用的材料不同 但纺织出来的成品 在当地都被称作格罗马 汉语为水布 一般用棉纱或蚕丝纺织而成 那我看到那个布上 其实有很好看的这个花纹 那这个图案是 您自己设计的呢 还是当地的传统 他说这些那个图案 是别人定制的 水布的用途很广 可以直接当做围巾 用来遮挡太阳或沙尘 也可以做成当地传统的沙龙 这是柬埔寨人 无论男女在家中常穿的服饰 还有一些花纹和做工 比较精致的水布 人们便直接当做装饰品使用 正因为水布用途如此之多 而且在前仆寨人的生活中 必不可少 所以一直以来 四岛上的居民 都以纺织水布为主业 刚才跟你女儿聊的时候 她跟我说 家家户户的女孩子都会呀 对 都会 他说这个岛上的男人也会 女人也会 男人也会 那您是跟谁学的 雷奥萨和她的阿姨正在做的 是他们刚刚收到的订单 一位来自精便的客户 拿着需要的花形 定制了12米布料 这个订单能为雷奥萨一家 带来20美元的收入 为了尽早完成 一家人几乎日夜不停地赶工 原来的时候没电的时候 那晚上还值吗 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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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值 又晚上没有电 没可能 对 因为太黑了 看不见 像现在的话 如果白天太热 那他们可以休息一下 到晚上 如果说想凉快了 想自布了 那他们开灯 就可以自布了 四岛上的居民 纺织出来的水布 会有一些商贩定期上门来收获 但这种方式中间会有差价 对四岛居民来说 赚取的利润十分微薄 那您说的那个十美金 是说整条吗 还是有多长 它像这样子吃的话 是4米长 4米长 然后0.9米宽 4米长 就是整个一条 那多长时间才能做出一条来 就是 一般四岛上的家庭 每户有两亩多耕地 以种植水稻和玉米为主 男人们大多忙着打理农田 女人就在家仿杀织布 来到四岛的游客 大多是对他们这种 男更女之的古老生活方式感兴趣 我们现在所在的段岛 只有一条比较宽的马路直通南北 居民集中生活在岛的南部 越往北走越荒凉 岛上植被茂盛 郁郁葱葱 偶尔能看到一些果园和农场 人们把房屋建在路的两侧 几乎每家每户的高脚屋下面 都摆放着一两部织布机 仿杀织布对于岛上居民来说 既是生活所需 也是世代传承的手工技艺 合作社里参观 剪丝制作流程 这是越软的丝就越好 白米高达之上 遥望湄公和晚霞 从那么高的地方如果往下看 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啊 阮方的家大兴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第100集 湄公和盘金边城 正在播出 离开段岛 我们经过中间项链的小桥 来到勋爵岛 听说这里有一家 大型的丝绸纺织合作社 在这里能看到 从丧材养殖到纺杀织布的整个过程 这里就是这个四岛社区了 通过这个图片 先采放人家看出来 比较的一些项目 你看一个人一美金 在这个上面都能看到这些吗 在这个园区里边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园区呢 相当于是一个合作社性质的一个园区 丝绸纺织合作社成立于2014年 创办人是勋爵岛当地人 现在生活在金边 建立这个合作社的初衷 是为了将丝绕的纺织技术 传承下去 同时也希望通过 集中生产和销售的方式 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 其实做丝也是需要筛选的 刚才说的把好的部分 都已经拿走去做丝了 但是像这样的 就属于不太好的 所以留下来 虽然说不太好 但是用手摸上去的时候 还是滑滑的 有点像这种棉布的感觉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一般在蚕形成蚕蛹的中期 然后它把那个蚕蛹给剪开 然后把那个丝给抽取出来 这个是可以做丝绸的 但是如果说你等这个蚕蛹成形以后 它自己把从里面 然后把那个蚕蛹给咬开了之后 那就成了一个鱼飞蛾 然后那就成为了股育下一代的母蚕了 然后就出那种小蚕子的 然后会进行附下一代的蚕 桑蚕养殖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中国是最早利用蚕丝的国家 很久以前就有福西化蚕 雷祖浇民养蚕的传说 蚕丝 筑麻和棉花 一度成为中国人的主要衣着原料 在长达数千年的实践中 中国人积累了丰富的养蚕经验 2000多年前 中国人养蚕抽丝 纺织而成的丝绸运至欧洲 并由此开辟了丝绸之路 它说那个自然的 如果说就自然的颜色的话 这个丝的颜色都是这种金色的 它如果说像这种丝的话 如果说我们想要其他颜色的 然后我们就拿着这种丝 然后就去用其他的颜料来染色 然后就可以得到其他颜色的丝 但我们虽然看到这个颜色是一样 它有没有这个好坏之分 因为我刚才就是用手摸上去的时候 发现这边的丝有点阴硬的 但是这边的丝摸上去就是 非常的柔软 从它的柔软度来区分 它到底是一等丝还是二等丝 像这种的话它就比较硬 然后这就是属于二等的 而这边的这种比较软 然后就是属于一等丝 就是越软的丝就越好 骚丝工人用最传统的方法 将残茧上的丝抽出 金黄的残丝 就如同堂锡拉成的细丝一样 这种丝与我们在中国常见的白丝 有些不同 它的颜色呈金黄色 看上去有些粗颖 向导告诉我们 用剪丝织出来的布光亮度比较好 这位阿姨的话是已经过来工作一年了 然后这位的话她是刚刚过来 那你们是本村的人吗 那原来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抽丝 她是刚刚在这边就是学的 合作社最初建立时只有15名员工 现在已经有了45人 全部来自私岛上的村庄 一般他们只在下午才过来工作 每个加入合作社的村民 一个月要支出三匹部 就可以得到150美元的工资 他们支出来的成品 在合作社的纪念品商店统一销售 也有一部分会销往新边 那这个私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仿权页 他说这个岛上有一个 这种仿制的这种技术在130年前就有了 相当于代代相传 关于柬埔寨桑残纺织的历史 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记载 只是在中国元代地理学家 周达官所著的《真辣风土记》中曾提到 柬埔寨人种桑养残 都是跟来这里定居的鲜罗人学的 鲜罗是我们对古代泰国的称呼 当时柬埔寨人用的树苗残种 也从那里运过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柬埔寨的丝绸纺织 使经过海上丝绸之路的交融 传播而来 这种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社区里面自产的这些水布 像这一款的话就是那个一等的 一等丝做出来的那个水布 然后品质的话算是最高的 但如果说我作为顾客买的话 那怎么去摸它 怎么去感受才能知道 它是最好的一等的 一个是那个就看花纹 那种花色 像这些花的话 这些上面也是都是用丝来做的 都是丝 丝制水布可以做成统裙或凤围裙 这两种长裙 可以在公共场合穿 统裙大都颜色比较深 用料烤旧 而沙龙只能在家中穿 所以一般都用棉制水布来做 像这种的话就是25美金 这种有25美金 这算是一等的对吗 对 就刚才说的一等的 但如果是 然后像这种的话就是10块 离开纺织合作社 我们回到渡口 搭船返回金边后 薛燕广带记者来到金边 东南方向的甘丹省 起始于金边那条高压输便电线路 正在铺设当中 那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铁塔 是不是就是那个103米 顶高103米的铁塔 其实刚才我们开车过来的时候 也已经看到了这个铁塔 还有旁边那个铁塔 但是站得太远了 看着没这么高 站到这个下面的时候 往上开 直冲云霄的感觉 这是我们线路的工程师张亚丽 张公你好 我看您现在这已经是武装拳了 这是要做什么 准备上铁塔进行铁塔检修 您身上这个算是安全带吗 对对对 这个要挂哪 这个就是到位之后 要把它把安全带挂到塔上 确保安全 你要是上的话 是不是要从最下面 一直爬到最顶上 对对对 那爬上要检修什么呢 看一下螺输的紧固率 还要看缺有缺件 这条输电线路是从新边 到检阅边境的八威市 途经甘丹 波罗棉及柴针等省 线路全长160公里 我们拍摄时正值柬埔寨的雨季 大规模施工已经停止 只有少数工人在天气晴朗时 继续铺设线路 这座高塔已经架设完成 工人们对沿线的铁塔 进行安全检查后 还要在这些塔上架设电线 一般我们所见的那种高压铁塔 大约也就是10米 20米左右吧 像这样的103米的很少见 为什么要坐这么高呢 因为它就是前面的湄公河 它要跨这个湄公河 湄公河有船只通航嘛 这两个塔 这个线架完它有弧度的 它为了保证这个 最低的地点 跟那个底下船只这个安全距离 它就要架得高 这段湄公河跨越线路的长度 有1028米 两岸的跨河铁塔 都是103米高 是目前琴普寨最高的 书店线路铁塔 这叫地角螺杆 这个螺帽 地角螺帽 对 这个呢 这是垫片 这是一个垫片 就刚才一上来之后我就看到 因为它的这个个头实在是太大了 我刚才用拳头比一下 这个螺杆就这么大 就是我的拳头一个这么大 721的 高塔上的螺丝仿佛都随着 铁塔一起被放大 张师傅告诉记者 这座铁塔仅螺栓就用了 一万多个 底部固定支撑的螺栓 个头最大 为了保证铁塔的稳固 和线路的顺畅 施工所需的全部建筑材料 都从中国运送过来 就我们站在这儿聊天的时候 一抬头看到上面的师傅 马上就是往下下了是吧 对对对 天黑了也准备要下了 就是其实我看到 它身上也是有这个安全带 刚才用了一下 现在把这个安全带摘下来 就开始慢慢地 缓缓地往下下了 对对对 它要在哪里工作的时候 它要把安全带系上 这样的复查 在岛线架售完成后 还要进行量次 这个书便店项目 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 金额高达7500万美元 由中国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承建 再过几个月 项目将全部完工 这条书便店线路 投入实用后 将解决波罗棉 和柴真两省的数百万居民 及两大工业园区的用电难题 一直以来 这两个省份用电 都是从国外高价购买的 师傅您慢点 好 我看您出这么多汗 太辛苦了 热 就是像带热 有点热 我看您刚才一直是爬到最顶端是吗 是 您往上爬的时候什么感觉 尤其是站到最顶端 103米的地方 抬起头来往上看 心里都会打颤 我们习惯了 这个没什么的 跟走地面一样的 那您第一次爬的时候害怕吗 不怕 当时年纪小的时候就不怕了 然后一直一直爬到现在 我也一点没什么感觉 黄韦斯是广西南宁人 从事高空作业20多年 从最初十几20米 到现在100多米高的铁塔 这需要有足够的经验才能做到 现在中国重机 在前浦寨一共有17位和他一样 专门从事高空作业的工作人员 如果你要让我爬到103米 我觉得可能我坐不到 从那么高的地方如果往下看 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 干不到边的 就像海边一样 就像大海一样 听了黄师傅的描述 再看响天边金灿灿的晚霞 记者也准备登高望远 当他攀爬到五六米高时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站在这个高度 能明显感觉到风大了很多 我觉得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已经是我的极限了 因为我已经真的不敢往下看了 爬上来的时候已经7点多了 你能看到远处 远处的晚霞 画在空中非常美丽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视野 确实是非常好 看到绿树成荫 远处的湄公河 你看的也是蜿蜒盘旋 就在我们面前 像一条路一样 弯弯曲曲 远处中国重机的工作人员 还在忙着施工 正是有了他们头顶列日 不辞辛苦的树塔架线 使中国重机的输变电线路 铺设得越来越远 2016年10月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前浦寨总理洪森的 共同见证下 中国重机与前浦寨国家电力公司 又签署了一份输变电项目 这个项目 是双方签署的第八个书编店工程 累计合同金额 已经达到7.5亿美元 中国重机 将为更多柬埔寨人 带来光明 中央大市场里 感受鲜花国度的芬芳 这要送给我吗 柬埔寨传统服饰 有什么独特之处 一桌礼包有七个颜色 软峰的家大型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 第一百集 湄公河畔金边城 正在播出 试制组在金边拍摄时 很多人都向我们推荐 地处繁华城区的中央市场 它被看作是金边的地标建筑 通过里面销售的商品 能了解到更多柬埔寨的风俗习惯 不过我们刚来到这里 还没来得及走进市场 就下起了漂泊大雨 其实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 还是晴天 这雨季天气真的是说变就变 你看不一会儿功夫 这雨下这么大 而且我看你身上都淋湿了 一点点没问题 雨季是不是都是这样 就是一会儿晴天一会儿下雨 是是是 但雨季平常是中午或者下雨 三五没有下雨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 他们都会拉起那样的塑料布 然后把它挡起来 市场外围是一个花式 雨季时天气变化无常 当地人已经习惯 漂泊大雨中 他们迅速撑起防御布 然后继续整理这花卉 一点都没有停下离子 翁成雄是我们特意进来的向导 他是第三代华人 有一定的汉语基础 又喜欢结交朋友 所以他觉得导游这个职业 特别适合自己 一般在金边请导游的费用 是一小时十美元 全天下来需要支付六十美元 那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花的需求量很大 是 是在家里作为装饰 有的人拿花去拜神拜婆 有些是送礼物啊 什么过生日婚礼 在信奉佛教的柬埔寨 莲花四处可见 它代表着美好 善良 圣洁和宽容大度 柬埔寨人会把莲花 制作成茶或药 不过最常见的 还是用它来敬佛 并且编织成塔 看上去十分别致 一般做成这样的一个花篮 它的数量是要求的吗 是多少数啊 那个奥兵 一般它们二楼包 有那个七层 汪承雄告诉记者 七这个数字 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 柬埔寨的很多建筑上 都雕有七层莲花的造型 卖花的女孩 用灵巧的双手 轻抚过花瓣 转眼 含苞待放的花苞 就变成了盛放的莲花 这种当地特有的花艺技巧 让记者都忍不住尝试一下 那我能试一下吗 我能试一下 一二三 记住了 这样扣一下 一 扣多一点 把多一个那个就折出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要送给我吗 谢谢 谢谢 暴雨暂时影响了卖花人的生意 却激发了花朵的芳香 我们被浓郁的花香包围着 柬埔寨气候施者 适合各种花卉生长 柬埔寨人也特别喜爱鲜花 2006年 国王西哈木尼 还专门发布皇家法令 将龙都花定为 柬埔寨的国花 就是现在天不下雨了 所以我们可以到外面 到这种空旷的场地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花 这是茉莉花 这是茉莉花 对 这个很像的 这可以拿起来闻一下 哇 非常的像 而且你仔细看一下 在这个茉莉花的这个袋子里 还有几块冰块 是不是就为了让它 不会马上衰败 是 是 柬埔寨人似乎十分着迷于 对花朵进行再造 经过精心设计 用灵巧的双手 进行折制和捆扎后 它们将常见的普通花束 变成艺术品 这种茉莉花船也十分有特色 人们经常用它来表达 感谢和祝福 它去一桌堡买过来 离这里差不多十公里 那这些都是它自己做的吗 它自己做的 这一个多少钱 一千减币 一千减币 那这种小的是用做什么 花式的面积不大 只是在中央市场外围 有十几家商户 但因为处于城市中心的繁华地带 来这里买花的人还不少 当地人大多买来自用或者是净神 而游客大多对带有设计感的花情 很感兴趣 这个就是中央大市场的中心吧 就是它其实从外围看是个圆的 但是我看到它一层一层的向下 然后逐步延伸开来 他们说这个是法式 法式建筑 中央市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 由法国设计师设计建造的 外观近似于无歌的莲花贝类型佛塔 这座市场是当地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也是游客来金普寨的必到之处 它是金边最繁忙的市场之一 所以很多游客都认为中央市场是金边的生活艺术博物馆 我们现在总算进到了中央市场 你看这个上面它是一个圆形的建筑 往外延伸还有其他的建筑物 造型十分独特 而且看起来这个规模和空间真不小 这就是中心吧 中心 这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有过一时间 这个中啊大中啊还有过灯 整座建筑中央是高高的圆顶 向四周呈放射状铺身开来 中心建筑内没有用到一根立柱或衡量 全屏建筑材料间互相作用来支撑 市场里销售的商品以旅游纪念品为主 外圈是服装和电器 围绕中心的是饰品专柜 各种材质的珠宝首饰 在灯光照射下 泛着耀眼的光泽 这都是银器吧 是银器的 你好 他会说中文 这里啊 这里做买卖的人 多数是火巧 当地火巧 所以他们懂一点点 有有 老板叫拉利金边人 在中央市场经营十年之久 看到我们走过来 立刻从货柜里拿出最畅销的银器 这个你把那个蜡烛放在这里 就是把蜡烛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放这个在 这是放蜡烛的 这个代表是莲花 这都是莲花 像这样一个在当地的话应该怎么卖 它是按一键卖吗 还是按一刻卖 是怎么卖的 竹台的重量是172克 总价相当于人民币300多元 它所卖的这些银器是当地的 因为当地是有银框 这边的银纯吗 能达到多少的含量 这是92.5 拉利的摊位是市场内最好的位置 面积只有四平方米 租金是每个月900万美元 旺季时一个月的收入 能达到两三千美元 每年的9月到第二年4月 是销售旺季 而12月份是旺季中生意最好的时候 它这一行要靠旅客 旅客有单地有旺季的 如果旺季这时候 它的生活不错了 那您的游客是不是都是外国朋友 都是从哪个国家来的 有没有像我这样中国人 我说他在皮尔罗坡和毛皮索条 他说客人多数是从中国来的 翁成熊告诉我们 在金埔寨 大部分公共场所都是没有空调的 人们之所以喜欢来中央市场 是因为这里的购物环境相对比较好 高高的墙壁上设置了多个通风口 使整个市场的空气能够流通起来 在闷热的季节也能让人感觉凉爽 在首都里面有两家市场 第一是这里中央市场 第二是叫做俄罗斯市场 你这里大概十公里 那这两个市场有什么区别呢 那是那边是很多老外圈 这边买的人 我看外国人也很多 是 因为街里比较好走 那边比街里小 除了首饰之外 外圈的服装和电脊销售区 本地人比较喜欢 其中有一些店铺 专门销售金埔寨传统服饰 汪成熊告诉记者 尽管金埔寨的经济不算发达 但人们即便在艰难的环境里 只要走出家门 一定会穿得优雅得体 以前金埔寨也能穿服装的时候 要根据颜色穿 一个礼拜有七个颜色 为什么呀 是传统的服装 礼拜天才是红色 礼拜天是红色 古代金埔寨人习惯用星宿和颜色 表示一周中的每一天 星期日穿红色 是因为这一天代表太阳 而星期一代表月亮 要穿上橙色的衣服 星期二代表火星 颜色是紫色 星期三代表水星 要穿绿色衣服 星期四的木星代表色是灰白 星期五是金型 穿蓝色衣服 而星期六 人们大都会穿上黑色的衣服 这一天代表的是土星 如今柬埔寨人在日常生活中 已经不再恪守这种穿衣规则 但举行宗教仪式 或国家庆典时 有的人还保持这样的习惯 这种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是很久以前 当皇宫里面的皇帝 他开始叫里面做工的人 跟前那些颜色穿 是不是说看到这个颜色 也容易接得住 在那边做工也这样 在皇宫里面做工也这样 礼拜天要穿红色 那只是限于女人对吗 男人是没有这种区别的 男人也这样 古代高民族人的穿着 无论男女都是坦胸鲁肩 下半身以步为腰 光着脚 非常适合当地的气候环境 虽然现在依然常年高温炎热 但现代柬埔寨人穿衣习惯 几乎颠覆传统 她们穿着朴素 一般妇女出门都是衬衣加布裙 或是长脊脚踝的统裙 如果过于暴露 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阿姨 我知道在这边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一个是宋水节 还有柬埔寨的新年 如果是那个时候 穿什么样的衣服 那如果是柬埔寨春节的时候呢 这家店铺的名字非常有特色 叫黑美人 店主希望我们就用这个名字称呼它 当记者好奇地询问店主 为什么自己不把这些漂亮衣服 穿在身上招揽生意时 已过不惑之念的黑美人 害羞地笑了起来 黑美人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好奇而不高兴 他常年在市场中经营 已经习惯人们总是向他提出各种问题 翁成雄告诉记者 现在中央市场能容纳2500多个商铺 商品主要出自金埔寨全国各地 其中一些小家店和手表 来自中国一屋 在金边 很多建筑都和中央大市场一样 呈不规则的几何形 他们打都经历过战乱 也都曾被精心修复过 这些建筑树立在街头 使这座湄公河畔的城市更有魅力 有波涛的海面 就有风帆 风帆连成片 连航不孤单 我等出院 用世俗相纯 每一句都是爱的起点 朋友之间 坦诚相见 有福同乡 有难同胆 我等待 准备 把 呃 不 我等待 我等待 备 到 我等待 我等待 你 在 你 不要 我等待 我等待 好 另一 我等待 月万水千山 千丝万缕 紧紧相连 就注定了你我 相见的今天 星球不停 再旋转 时间没一秒 顺兮万编 因为有你就没有他乡 我们同在一个家园 家园 多重 最维修 各年 最维修 保护 真敬 地球 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